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就医之事 究养生之物解疾病之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安谈健康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老安 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这三个病算得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 却不知何时是个尽头 那么对于三高 我们除了按时吃药之外 有没有辅助治疗方式呢 答案是有的 也就是今天老安给大家带来的这道汤 素高汤 对三高均有明显的疗效 材料如下 香菇 海带 笋 黄豆芽 将海带用水泡发 切成丝 笋切片 用废水焯烫 将处理好的香菇片 海带丝 笋片 以及黄豆芽 一起慢慢的煲煮30分钟左右 出锅以后 放入少量的盐 胡椒粉 以及香菜就可以用了 看更多内容 搜索并关注 老安谈健康 只有这五个字的才是正版老安 香菇中 还有香菇瓢 还有有机碱等等这些成分 对三高都有很好的降低作用 如果人们每餐用100克蘑菇代替炒饭之类的主食 只要坚持一年 就算您的饮食结构不做任何的变动 也可以少摄入1.8万大卡的热量 海带中 还有丰富的荷藻酸钾和可溶性纤维等等这些营养成分 有助于降血糖 降血脂和降胆固醇 可以预防动脉硬化 便秘 老年痴呆 以及抗衰老的作用 笋具有低糖低脂的特点 它富含植物纤维 可以降低体内多余的脂肪 轻痰化瘀 对三高均有作用 而且它对消化道癌肿 以及乳腺癌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黄豆芽中丰富的卵磷脂 可以降低胆固醇和脂肪的含量 对于防治心脏血管硬化有很好的疗效 有三高困扰的朋友 快来学学这道素高汤吧 但是千万别忘了 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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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